20180 1100026来源搜狐体育女排增春累员标题 北汽女排双杀未免冠军主帅点出三连胜关键一点 搜狐体育郭健1月9日发自北京 虽然两度被对手将局分扳平 虽然在关键的第四局错失了两个赛点 但主场作战的北汽深宝女排还是顽强第32 2624 2426 2517 2527和159 立刻江苏在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第二阶段完成对未免冠军双杀的同时好取三连胜 比赛很刺激我的心跳都加速了 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北汽女排主帅张建章感叹道 本场比赛张建章首发派出主攻手任凯义 刘晓彤 副攻张宇 杨涵玉 二传手陈欣彤 接应曾春磊和自由人王孟杰 结果第一局开局就遭遇险境 一度610落后对手 好在此后在张宇的发球轮次中主队连续得分 最终将比分搬成18平并一度20118领先对手 今天比赛遇到了很多困难 包括被篮 被冲发球 以及对方的强攻得分 但是队伍没有散 基本上是按照我们准备会上的精神 大 家都在拼 都在想办法 张建章认为 在第二阶段取得连胜之后 球队最大的变化就是 队员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顶得住了 最终北汽女排2624惊险胜出首局 为整场比赛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本赛季第一阶段 北汽女排连续遭遇伤病减员的打击 伤员中还包括了被给予厚望的外援瑞秋 曾春磊没回来的时候 我们报名的队员只有11个人 好几个位置连替补都没有 张建章叹道 好在随着八强战的开始 排超联赛转会窗再度启动 北汽女排也是引进了自由人 王孟杰和副公杨涵玉 他们为球队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现在球队后防线比之前要好一点 毕竟王孟杰是国手 一直表现都不错 副公线上我们首先从篮网这块一直住了对手 然后在进攻上牵制对手 让他们的针对性没有那么强 这几场比赛我们可以说赢得有惊无险 比较顺利 赛后主攻守任凯义对记者表示 队长刘晓彤也认为王孟杰和杨涵玉给球队带来很多正能量 每次在场上他们都是鸡 即呼应 带动大家的情绪 有的地方他们做的确实要比我们好一些 北汽队长表示 除了两位新员之外 老将曾春磊 刘晓彤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赛后客队主教练蔡斌就重点提到了两人的发挥 刘晓彤 曾春磊的资格比我们攻守要老一点 他们的年龄和球龄也绝 定了在关键比分的把握上能够做得更好 曾经执教北汽女排的蔡指导说 曾春磊关键时刻下球的果断是很值得年轻队员去学习的 虽然他可能实力没有以前那么足了 但是球技还在 谈到北汽队长的时候 蔡斌说 刘晓彤今天开始打得并不好 但是慢慢就利用老队员的经验恢复了过来 你看他第五局那个轻打 小队员那时候可能就猛了 就只知道发力了 刘晓彤和曾春磊应该是处于比赛经验最丰富的时候 蔡斌强调说 双杀江苏 克胜广东 现在北汽女排已经重回正轨 也看到了晋级四强的一线生机 对于前景 低调的张建章表示并没有多想 他所想的就是打一场进一步 让现场观众和广大球迷都能够感到满意 接下来 北汽女排将在1月13日主场迎战广东队 在一周前的客场比赛中 北汽女排曾经32显胜对手 搜狐体育郭建文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声明 本文由入驻搜狐 号的作者撰写 除搜狐官方账号外 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不代表搜狐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